便是中苏开战 因为我坚信 在新的一场世界大战中 我军的铁拳 定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 砸得粉碎 该片的对景是文革时的北京 疫情生活在特别大样的 这一样两年 都以变异的同时之间 透过自己的青春 一十年的故事里 有大情的政治战斗 对日子和希望的国民兴臣 没有承担大 这部电影 有大的小小角色都鲜活可信 就连冯小刚和王硕 客串的魏老师和小流氓 都让人过目难忘 同时 姜文非常着重气氛的声音 屋里上 因性能动哄愣的少年 不停地走动 大面积的过报镜头 让眼目上充斥着阳光的味道 男性荷尔蒙的满意 也自这部演片 从此成为他标志性的电影图号 这部演片中的黑色幽默 具有极强的反讽力量 被我们审视过去 那个荒诞的时代 提供一个切金 同时也让我们思维 本来分开的好哥们又相聚 我们不禁又问 现在的社会里 还有没有造成 时代规矩的音乐 一部电影能够做到这些 也就实现了 附加在其审美功能之上的 社会功能 我想这也是阳光灿烂日子 能够受到欢迎的 众人们注意的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